好,时间到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课程 数据的连接和映射函数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都讲了什么内容 先来回顾一下咱们上节课的内容 咱们上节课给大家讲了数据的清洗 对不对 然后主要是关于怎么去查看数据 然后不符合条件的数据 给大家删除掉 删除确实值 查看确实值 删除确实值 怎么进行对确实值进行填充 然后呢是对数据给它进行替换 那如何把这个 我不想要的值给它替换掉 然后怎么去处理重复值 首先我怎么查看重复值 怎么去删除重复值 怎么去查看唯一值 对吧 给大家聊个方法 晚上好 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数据的排序 和数据类型的转换 那数据排序呢 你我们之前学这个Series的时候 我们直接Sought Value 或者Sought Index 直接给它排序 对不对 那因为DataFruin 它是二维的结构 所以我们想给整个数据排序 就相当于你在一个Cell里 根据某一个列 给整张表进行排序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怎么处理的 通过一个参数 by是不是 然后后来是这个时间类型的操作 那这是我们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上节课我们学习的这个大块 那具体的知识点呢 我们还是到这个思维导图上 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里 这是我们这个Python数据分析 它里边这个数据清洗的 思维的部分的思维导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首先呢 是这个 首先是我一直在跟大家 着重强调的这个点 这个行跟列 尤其是这个我们初学者 这块行和列经常容易搞混 晚上好 经常容易搞混 那Job和Conquite 我一直说了 它这两个系列呢 它这个方法 它这个access等于0代表行 access等于1代表是列 那其他的函数呢 绝大多数都是跟它相反的 也就是说对其他函数而言 access等于1 它代表的是行 access等于0 它代表的是列 然后这个描述统计这块 后边我们会给大家讲到 怎么给数据 给它进行分组 对吧 你做这个直方图的时候 肯定要给它进行分组 我们会用到PD.cut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还没有学到那里 展示先不给大家说这个 然后查看整体的描述统计 一个describe 是不是直接能够帮我们看到 这个数量 count 均值 me 然后还有这个中位数 medium 还有什么 第一次分位数 第二次分位数 第三次分位数 对吧 然后是我们学习的 对缺失值的处理 那缺失值的处理 我们首先要找到那些缺失值 一般常用的方法呢 是 it's not 它一般是跟any 连用 it's not 点any 那它默认的是帮助我们去查看 查看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记得 它默认的是帮我们查看 列啊 默认的帮我们查看列 然后如果你想查看行的话 那就 里边加个access等于1 对吧 然后是not no not no 跟out 联用 not no 跟out 联用 我们去查看缺失值 一般都是使用这两种方法 那我们找到缺失值了 那你对缺失值打算怎么处理啊 你是给它删除啊 还是给它进行填充啊 那删除缺失值的话 我们使用 drop na drop na drop na 然后呢 它drop系列嘛 access等于1 它代表是啥类的 代表列啊 它跟别人是相反的 access等于1 它代表列 然后你自己去确定 你这个删除的方法 上下可以给大家演示了 这几种方法 你是out啊 还是 那个 你自己 还是any啊 还是怎么着啊 那它默认的呢 是any 对吧 然后这个implace等于true 那你是不是要对原对象进行修改啊 如果需要对原对象 直接在原对象进行修改的话 那就加上一个implace等于处 对吧 然后 天冲全失值 那feel呢 feel na 它跟drop呢 它俩就是相反的呗 那我问你 那个 对于feel呢 feel呢 这个access等于1 它代表的是行 还是列呀 它跟drop系列相反 对吧 那drop它access等于1 它代表列了 那feel呢 它access等于1 代表行呗 对吧 然后也是 你是否要对原对象进行修改 那implace 你要不要它等于处啊 然后这有一个填充方法 上一课我们给大家 给大家演示了 你是 往向前填充 还是向后填充 那向前填充 它的前缀 就是 这个f 代表forward 向前吧 forward fail 那向后呢 那向后呢 backward 是be fail 后边是fail啊 那我们对于一个二维表格 我们一般怎么指 认为它是向前呀 一般认为从左往右是向前 从右往左是向后 那上下呢 从上往下是向前 从下往上是向后 我们一般是 这个 这样去认为 它这个方向的 然后 我们对值进行替换 我们一般使用这个replace 对不对 那一对一的话 直接你要把谁换掉 然后给它换成谁 直接放里面就好了 然后呢 多对一 对吧 我们向前可以给大家演示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 一个list 和一个 一个单个的值 但是我都把它 换成这个单个一个值 我可以这样进行替换 那多对多进行替换呢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使用这个字典的方式 对多个值 给它进行 这个多个不同值的替换 然后是重复值的处理 那我们查看重复值 我上次 上这课着重 给大家读了 duplicate duplicate 然后删除重复值 dropduplicates 然后它默认的是 帮助你 keep first 也就是说 如果它两个值 遇到的相同的重复值 假如说它 碰到一个a 然后下面a 一保留小心 又碰到一个a 那它默认的 会把第二个 给你删掉 给你保留 第一个 也就是keep first 那你自己 可以通过指定的参数 你说 我不要first 我要保留下边的这一个 那你就 选上 添加上这个参数 keep等于last 那它就默认的 会把这个第一 前面的 给你删除掉 然后自己去 给你保留 后边的这一个 然后我们获取 唯一值 unique 独一无二的 对不对 那帮助你找到 它里边唯一的值 有哪些 那nunique呢 是告诉你 具有唯一的 那些值的数量 是多少 前面是这个n 它代表的是number的意思 对不对 唯一值的数量 接着是排序 之前刚才 给大家看那个 上节课 那个大框的时候 我就说了 这个排序 对吧 你series 直接排序的话 你是根据 index去排序 还是根据values去排序 那你直接去排就好了 但是对我们 data frame而言 它是二维的表格 对吧 那我有好多列呢 我哪知道 你要根据谁排序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参数 来给它进行指定 通过by 你自己去指定 你要根据哪一列 进行排序 那它 还有个参数 那assending assending什么意思 生序 那生 它这个参数呢 它默认的是 给你指定 sending等于处 也就是默认 会把你这个数据 给它进行 升序的排序 但如果你说 我不想升序排 我想降序排 那你就写上 sending等于false 接着是数据类型的转换 数据类型的转换 我们使用s type 那我们剩下 是把那个数据 给它转换成数值型 还是你想把这个数据 给它 那个转成这个 时间日期型 to numeric to date time 时间类型的处理 那这个事 我上一课给大家 讲的一个例子 那我认为这个例子 就是帮助你 做数据筛选的时候 它非常非常有用 所以我把这个单拎出来 给大家说一下 那咱们上一课 举的那个例子呢 是当时是有个日期列 对不对 那我说 我想把这个日期列 给它变成这个index 然后呢 我可以通过这个index 给它筛选 去筛选 不同日期范围的数据 对吧 那你怎么把一个数据列 给它变成一个index呢 setindex 这个方法 对不对 setindex方法 然后你想把谁 setindex 你把谁放进来 然后是否要对语言对象 进行修改 inplace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 给它进行数据筛选了 那当时我为了输入这个日期 然后从那个 那个另一个包 daytime那个包 去导入了一个 小小的紫库 导入紫库 然后我自己 直接输入了 就指定了这个日期 那我们说了 你可以用布尔值 去取你想要的数据 对不对 那你这样进行一个判断 那我得到的就是 一堆一堆的布尔值 那如果它data的index 是符合我这个条件的 它布尔值就会给我返回处 对不对 然后呢 返回处的话 那你正常就去筛选呗 对吧 然后你符合条件的数据 那么数据的行 都会被给你筛选出来 这就是我们上节课 给大家学习的一些 整体的内容 整个是小细碎的支点 林林总总吧 你看看上节课 我们一节课 就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说明咱们这个 就是课之前 在开这个课程之前 就跟大家说的 这个这门课的特点 就是支点比较繁杂 但是好在它都不难 都不难 那这是我们上节课 学的这个数据清洗 那我们这节课呢 来学一学数据的连接和映射 数据的连接和映射 在课前呢 老师已经给大家 准备了一个资料了 如果你手边有资料的话 可以打开那个资料 跟我一起来操作 那这会儿我也是直接 就打开了一个 这个Notebook的页面 你这个自己 如果手边有电脑的话 也可以进来 跟我一起来练一下 咱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说 那个旁和列的事 对吧 刚才我们在这个复习 这个思维导图的时候 就这块又给大家 强调了一下 这个 这节课 我们终于要来揭开 这个concata的神秘面纱了 对不对 那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它是用来帮助我们 对数据进行 拼接的 拼接数据 拼接数据 那我们像一般数据的话 你 我们之前一直在聊 一个表上的事 对不对 一个表上的事 你自己怎么处理 OK 那你说我现在要处理 多个表 怎么办 就是这节课 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那还是 在具体讲它之前呢 我先把这个 我们 必要的包 给它导进来 import 奇怪啊 import pandas s pd sdpd ok 运行完了以后 咱们说这个拼接 咱们说 现在它是聊两个表上的事 对吧 那首先我得有数据啊 对吧 巧妇也难为 五米之吹啊 我先把这个数据 给它搞进来 这是dfe 我们来看一下dfe的状态 我还是直接倒进来 放在一起 这是我自己创建的两个数据啊 两个data frame的形式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创建完了 它分别长什么样子 这是data frame data frame1的样子啊 这dfe 它长成这样 那好了 现在我想对这两个数 给它这个两个表格的 上的数据 给它进行一个拼接 那怎么拼接呢 我们就要使用 这个刚才我们给大家说 这个pd.cut 的concat concat 它本身其实在英语上 它就是这个拼接的意思 拼接的意思 那我们使用它拼接的话 怎么拼接呢 你要把这两个表格 给它拼接起来的话 我们里边是用这个 一个list的形式 给它拼接在一起的 放在一起的 代表它俩要进行拼接 那上节课 我还给大家讲了 一个小小的技巧 说如果你想看里边的参数 怎么着呢 按住shift 然后按一下type 你可以看一下它里边的这些参数 对这个函数的一些讲解 对不对 那你要拼接的话 怎么拼接 那这个它默认是access等于零 啥意思 默认在行上进行拼接呗 对吧 咱们说了它跟那个drop是一个系列的 那对它而言 access等于零的话 它就代表行呗 join outer 这个啥意思呢 我们不知道大家在上一个模块 不得前一个上一个模块的 再上一个模块 也就是这个 mycircle那个模块 不知道大家掌握的怎么样 mycircle的一个精髓 它就是它那个关系数据库的一个连接的方式 你是左连接 左外不连接 右外不连接 就内连接 还是怎么着 对吧 you knowindex 这个 你连接的时候 它那个 它正常的这个 把两个表跟你拼接到一起的时候 那正常它这个index 是保 默认是保留 它原来的那个 那如果你给它去 给它变成处的话 它自然就会按照你的顺序 给你index 给你这样顺下来 当然我这样说的话 你就简单的听一听 我们一会儿还会举例子 去给大家讲 然后这些 上下 我们还是到例子中去学吧 OK 我先把它俩拼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看 注意前面 0123 DF2 4567 里边的数据 大概长这个样子 我们看看 来给它拼接完以后 01234 0123 4567 是不是直接给你拼接到一起了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 它默认是axx等于0 也就是说什么 它是什么 肯开的 它是默认给我们在行上拼接的 默认在行上拼接 OK 默认在行上帮助我们拼接 那你说老师 我不想在行上拼接 我不想在行上拼接的话 那你就想 在列上拼接呗 那你在列上拼接的话 你是不是给它一个参数 就完事了 那它默认是axx等于0 那你要在列上的话 那你就axx等于1呗 invalued correct x is 我这是中英文就切换乱了吗 OK 你指定一下 你要在列上拼接嘛 对吧 它默认在行上拼接 那你axx等于1 它就在这样 给我变成列上拼接了 那拼接有人说 你这个 这个NN 你到哪来的呀 为什么会出现NNN 这种情况 为什么出现NNN 那你看一看吧 那对于第二个表格而言 它直接在这 默认给你 你要在列上拼接的话 那也认为DFR 它没有0123 0123这几个行啊 对不对 那没有怎么办呀 对吧 那对于这个第一个 DateFrame1而言 它没有4567 那没有怎么办呢 没有的数据 就直接用这个 NN值 给你进行添充呗 对吧 那这样它就是 帮助我们 把这个两个数据 在列的方向上 给它拼接了在一起 拼接在一起 那如果你说 我这个拼接在一起 我默认的 我也不知道 这两张表 都是哪来的数据 我为了保留它 自己的源头 我们来看一看 可以用什么参数 来搞定 我们先来看一看 它的参数 Kids 我们往下来看一看啊 这儿了 Kids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序列 是一个序列 那如果你是输入的数据 它是有多个层次结构的话 多个层次结构的话 你应该包含这样一个原组 包含一个原组 干嘛呢 去给你创建一个 就有结构层次的 那个index 然后你可以就是用这个参数 用这个Kids 这个参数 然后呢 它是给你放在最外层的 这个一个层级 一个level 还是这样说 还是 好像还是有点懵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还是 把这两个给它拼接一下 pd.concate bf1 bf2 拼接完以后 我就用刚才 我给大家说的这个Kids 这个参数 那我自己呢 给它两个层级的 那个index 我们来看一看 使用它拼接的话 会出现什么效果 你看到什么样的状况 是不是这边有一层 这不就是我刚刚 说的那个S和Y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我刚刚 说的那个S和Y吗 对吧 那这个呢 是它原来的那个index 那它直接 跟我拼接到了一起 啥意思 啥意思 也就是说 你这个df1这个表 你是不是 用x给它进行一个标记 用df2这个表 你相当于用y 给它进行一个标记 那你通过这样的话 是相当于 给它添加了一个层级 就这样具有层次结构的 这个index 具有层次结构的 所以那它实际上 也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看看我这个表 哪个是来源于哪个表 是不是 哪个数据是来源于 哪个表上的 对吧 那它的对应X 它就对应Y 就这点作用 没啥特别的 就唯一长得比较特 就这样的 它就有层次结构的 这个index 那这个是我们 给它进行一个拼接 那我们 再来看一看下一个例子 先给大家看例子 然后我再告诉你 咱干嘛 DF3 我来看一看它长啥样 DF3 它长成这样 注意看它的index 是2367 对吧 然后它的列标题是 BDF 那现在呢 我还是想把它 跟DF1 做一个连接 忘了DF1 长啥样 先看看DF1 也就是说 我现在想把这两张表 给它进行一个拼接 把这两张表 给它进行一个拼接 拼接 我想怎么拼接呢 我还是想给它 在这个 在啥时候拼接 给它在列上去拼接 咱们说了 它跟那个drop系列 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想在列上拼接的话 那还是直接在列上拼接 那注意它这是 在列上拼接的话 是不是access等于1啊 是不是这样 那我拼接完后 以后 我看一下它的状态 这样不就 显示的比较 咋说 显示的比较 这个明显了 对不对 明显了 对不对 那为啥这块 出现的难值 因为对于 第一张表而言 我画的这个部分的区域 我画的这个部分的区域 它是不是就是 原来第一张表上的数据 那我画的 这个部分上的数据 它是不是就是 原来第二张表上的数据 第三 DF3上的数据 因为DF3 没有DF1的 这个部分 01这两行 所以 对吧 所以 这个这个这个 用这个 难值 给它进行了填充 那对于DF1 这样表来说呢 它没有67这两行 所以 所以也用难值 给它进行了填充 那又因为 它俩的列 没有重复的 没有重复的 这样的 对吧 因为 没有重复的 虽然 它俩的列名 相同 但是它俩的 index 不同呀 对不对 它的index 是在2 那你看它 所以只有在这里 给它进行了一个拼接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直接给它放一个拼接 我这样拼接 它是默认的 把你两张表上的数据 都给你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指定 你到底 给我怎么拼接 它默认的就是 给你进行 取了两个表的 交集 取了两个表的交集 不是 取了这两个表的拳集 交集不只有这两行了吗 对不对 默认的是给你取了拳集 也就是说 取的是outer 再看一下这个参数 哪这呢 这呢 照应这个参数 它默认的是给你取outer 也就是说 它默认会给你取这个拳集 也一个玩意叫并集吧 默认取并集 那你说 我不想取并集 我想取交集 咋取 你给它改一下呗 把招应那个参数 给它改一下呗 你再添加一个招应那个参数 你给它改成inner 不是完事了吗 invalid corrector 我张着来复制吧 我搞不好 它又给我报个啥错 我在这复制 我叫你给我报错 我知道了 是豆号的问题 我现在给它改成inner OK 这样不就好了吗 这样我就告诉你 你帮我取他俩的交集 那这样他俩交集的部分 都取到了 剩下的部分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那这是这个 join这个参数 帮你控制 它到底是怎么去连接的 怎么去连接的 那除了这个参数呢 还有一个 我记得之前给大家讲是 讲这个setindex的时候 resetindex的时候 setindex和resetindex 它俩这个不是说吗 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过程 对吧 那你resetindex的时候 那它会给你默认的 把原来的那个 所以给你放下来 那你不想要它原来的 所以你需要添加一个参数 那个参数叫啥呢 一个no index 这个材数 ignoreindex 告诉干嘛 忽略锁引 对不对 忽略锁引 那你看看 它现在这个连接完了以后 连接完了以后 就是df1和df3连接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锁引 看起来 哎呀 乱序 对不对 它保留了原汁原味的 df1和df3 它各自的这个锁引 但是我不想要它这个锁引 我想直接把这个锁引 给它进行一个重排 那直接重排的话 怎么办嘞 加一个参数呗 就是咱 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参数呗 对吧 ignoreindex 这我不让它在这个链上拼接 我让它在行上拼接 我先给你看一下状态 这就哪个标点错了 我直接这个复制 我直接不要那个参数了 行不行 烦糟了 刚才没有执行错 行 加个ignoreindex 不是完事了吗 ignoreindex 对吧 我让它 等一处 它默认的是false 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哪去了 这个参数 ignoreindex 找找找找找找 这儿了 ignoreindex 它是一个board 只是告诉你默认 它是false 如果你给它变成处的话 就是不使用这个index值 不使用这个index值 你给它变成处的话 它会默认的 把这个给你排序 给这个index 给它变成从0到n-1 然后就不使用原来的那个index值了 不使用原来的index值了 ignoie ok 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状态 那你现在再看它这个index 是不是从0到7这样顺序的给你排列下来了 那不是像刚才这样 这样去排 我给它改成0 这样 0123 2367 是不是 它这样排的顺序 是保留它原来的index的 那这样看起来很漂亮 那我需要给它忽略到它原来的这个index 那你加一个index等一处这个参数 就可以搞定啊 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之前那个重置索引差不多 对吧 我之前那个重置索引 跟大家说这个setindex 和这个resetindex 它俩不是一个重复的过程吗 对不对 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重置索引 这个pd.concat 多个e ok 我还是连dfe和df3 df3 你直接连接完的话 你看到它这个index还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我使用这个resetindex 是不是也可以实现一样的效果 也就是说让它这索引 从01234567这样顺序的排下来 但是你直接这样排下来的话 它会默认的把原来的这个索引 会给你编成一个数据列 放在这里 那如果你不想要它这个 给你放这的这个数据列的话 那你需要加一个参数 什么参数 drop等一处 ok 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跟上面这个方法 它实现了一样的效果 那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重置索引的方式 去解决了它这个索引 这个不连续的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这个第一个参数 那我一直在强调的 再还是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咋的了 这张drop和concate这个系列的函数 它的方法 access等于0代表行 access等于1代表列 其他的函数跟它俩相反 它俩是access等于0代表行 access等于1代表列 ok 这是给大家说这个concate的这个拼接 我看看 加个标签吧 concate的拼接 加了 ok 下一个 下一个跟大家说什么 说一个重量级的这个函数 march march函数 march这个函数呢 它非常强大 强大在哪呢 就是你刚才使用的这个东西啊 concate 它叫做拼接 那拼接呢 你可以就是就像一个胶水一样 直接帮着你沾在一起 对不对 那march这个函数呢 它发挥的作用就非常 像我们在那个 你学那个circle circle数据库的时候 买circle数据库的时候 那个join的连接功能 join的连接功能 你join连接支持哪些种连接方式 外连接和内连接 对不对 那外连接分左外部连接和右外部连接 还有这个曲笔 还是那个全连接 对吧 这几种连接方式 那它呢 它就通过给我们提供这个参数的方式 能够让你实现 把两张表给它进行连接 那连接的方式 跟你在这个circle里边 使用join这个方式 非常非常相似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样了 左连接 右连接 那它这里边参数的话 我们还是 先不说参数了吧 说一说它跟这个刚才 那个concate的区别 然后这个墨接函数跟那个concate的区别 它俩有啥区别呢 咱们说了concate它发挥的是一个像浇水一样的作用 对不对 像浇水一样的作用的话 那concate它就可以 第一点 它可以实现多张表的一个拼接 可以实现 可以实现多张表的拼接 可以实现 但是merge呢 只能完成 两张表的连接 这是它俩第一个不同点 区别就是concate的 你可以同时拼接多张表 不光只有两张 你可以同时拼接三张四张 但是merge呢 merge一次性只能完成两张表的拼接 你说过多个表 是要想用merge怎么办 那不好意思 你只能两次 两个两个表的拼接 你可以先把第一个第二个表拼起来 然后它俩拼起来 然后再跟第三个表再拼 这样去连接 这是它俩第一个小小的区别 第二个区别 我说了 这个merge还是非常 跟你在circle数据库里边 进行连接非常相似 那你在circle数据库 给它进行连接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你把两张表连接的时候 需要你有一个公共的列呀 公共的列啊 比如这个一条 作为它这个的key 那这个 它用这一列数据作为它的key 那你前提能在这两张表上建立连接 是因为你这两个key 列是相同的 对不对 内容是相同的 这样你才可以给它进行连接 你是左连 右连 还是这个内连 对吧 那在这里 它非常相似 也就是说 你使用这个pd.merge 进行合并的时候 你使用这个pd.merge 这个方法 给它进行 这个合并的时候 那它会自动的根据 这个相同的列名的 那个列 进行来 作为它的key 进行批接 回自动 靠了名称 相同的 进行批接 这是它了 第二个小小的区别 小小的区别 其实第三个 我觉得跟它有点重复 第三个其实就是 告诉你 你使用这个 你使用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拼接的时候 使用这个merge 进行pd.merge 它需要使用那个 一个公共的列 那你使用conky的时候 可以不需要公共列 进行pd.merge 听接的时候 不需要公共列 也就不需要key了 这是它俩一个小小的区别 那下边呢 我们还是通过这个例子的形式 再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这个merge函数 来了解一下 这个函数有多猛啊 还是 得先有数据 我先把这个 我先把这个两个表的数据给它导进来 我们先来看看这df1它长啥样 那df1它长成这个样子 df2它长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我想使用merge这个方式 给它俩进行一个连接 连接pd.merge 连接它俩 直接把它俩放进来呗 df1 df2 对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连接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比较一下 一起来比较一下 它有df1它有三个列 name group 还有heridate 对吧 那发现它俩有两个列名相同 name和heridate 这个它俩这个列名是不同的 这是heridate词 这是heridate 对吧 也就是说它俩现在实际上 只有一个公共列 也就是我框住的这个列 对不对 那我框住的这个列 刚才咱们说了 它会自动的根据你这个 相同的列名的那个列 给你进行这个 连接 那进行连接的话 你看有谁是相同之 James 没有 Bob 能找到配对的 对不对 Linda 他没有 Bill 又是一个能够配对的 对不对 那你可以根据它后边的这个 给它比较一下 它是accounting 它是这个marketing 来看一下 accounting marketing 那是不是把这个数据给你 连接到一起了 那这个部分 它是原先这个 DF1的数据 根据Names匹配以后 它直接把Names DF2上的这个 heridate这一列上的 能够跟DF1匹配上的数据 给你直接连接在了后边 那你用这个 你之前用BI用那个 哪个类的 我给大家讲的那个函数 或者是用那个 你使用那个PQ里边去连接的时候 它会给你保留一下 这个Name这一列的名字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块 它还会给你显示这个列 你在PQ里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展开哪一列 那你在那个BI里 使用那个函数的时候 我忘了那两个函数叫啥了 两个单词 拼在一起的 对 那你去连的时候 它会默认的把这个列 也给你放在这里 也就是说给你展示两个 把DF2的Name列 也会匹配上的 也给你放在这里 那这是 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那这种连接方式 那很明显 这是一个 内部连接 对不对 我只有第二张表上 能够跟你匹配上的数据 显示出来了 第一张表和第二张表 没匹配上的数据 都没有啊 那你看这个2017这一列 这一行是不是都没有 也就是说 它默认的是一个 Inner连接 默认内部连接 默认内连接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merge 这个 它里边还有哪些猜数 好 Left 也就是说 你要进行连接的 第一张表 Right 也就是你要进行连接的 第二张表呗 How 你的连接方式 Inner 也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去控制我们的连接方式 On呢 你根据谁去连接 对吧 如果说我好多列名都相同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指定一下呀 因为它会识别乱套的 对吧 Left 左边那表 根据谁 右边表 根据谁 Left Index 我这个列没有匹配的时候 那你可以根据那个index 给它进行一个拼接 对不对 左边的index 右边的index 那你sort 是不是要给它进行这个排序 surface 要不要给它加这个后阵 copy 你要不要复制 复制一片 剩下的indicator 哎呀 这没啥用 行 那我们这个一个一个函数 一个一个参数来给大家说吧 那这个它是默认这个内部连接 那我说我现在 我想把这个两个表格上 全都要 我不管你这个 能不能跟第二张表 它俩能不能匹配上 我都要 全都要 那你就可以选择外部连接呗 那怎么选择外部连接 刚才给大家看了那个参数 叫做号 对吧 那你进行外部连接的话 pd.moj 哎呀 我直接在那复制好了 我为啥要敲呢 这样都快 对不对 然后你再添加另一个参数呗 通过号来控制的话 那我想外连接 outer ok 现在是不是你没有的东西 没有皮皮上的那些 我是不是也能够显示出来了 那这一行 这一行 product的这个 还有这个none这个 是不是也都给我们显示出来 正常显示 那这样我就通过这样 给它更改了 它的一个连接方式 也就是说你 进行外部连接的时候 那没有的数据 怎么办 它会用难值 给我们补全 难值进行补全 那你说我不要外部连接了 我要那个左外部连接 我不要是这样的全连接了 我要左外部连接 啥叫左外部连接 啥叫左外部连接 我还是通过维言图给大家画 因为我之前讲的时候 也一直在给大家画维言图 这是表一 这是表一 这是表二 外部连接的话 我全都要了 对不对 但我说左外部连接 也就是说 我除了要返回表一 跟表二交集部分的数据以外 我还要返回表一的 剩下其他没有匹配上的 全部数据 对不对 那你得到的结果实际上 就是表一上边的全部数据 全部数据 以及表二上边的 能够跟表一匹配上的 这些数据 这就是左外部连接 对不对 左外部连接 那我还是啊 控制连接方式的时候 我还是通过 耗这个参数去控制的 对不对 那我还是把这两个表 给它进行一个连接的话 我要给它变成左外部连接 那你直接把这个outer 给它改成left 就OK了 df1 df2 如果你忘了 我再把df1和df2调出来看看 放在这里 df1长这样 df2长这样 左外部连接 也就是说 它俩能够匹配上的 有哪些 它俩能够匹配上的 James 匹配不上 所以没有James 对不对 但是 左外部连接 它上边的全部会返回 那第二个上边 能够跟它一起匹配上的 有这个bob字 也这个 有这个bill 也就是说 这两行 会跟它匹配上 那会在这块 给你添加一个hierdates 对吧 hierdates 然后在bob后边 给你添加这个2016 然后在bill 这个后边 给你添个2007 对不对 这样呢 而加个列名 hierdates 然后这个 它没有 用难值给你补齐 那我们 到下面来看一看 是不是我刚才 给大家画的 那个样子 变成左外部连接 这个全连接 它俩就全返回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全给你返回了 OK 这是左外部连接 也就是说 以左表为基础 以左表为基础 你在哪里 你理解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我们之前学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其实这都是我们数据库基础 数据库打的底子 如果你数据库底子没打好的话 那你们的三金三人老师 要哭云在厕所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给它进行 拼接 进行合并的话 我看怎么给它进行 这个一对一合并 一对一合并 那还是我先把数据调出来 先来看看这俩数据长啥样子 那DF1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DF2 它长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给它俩进行合并 那正常你合并的话 只有这个employee这个公共列 对不对 那默认的 它会把这个employee 作为我的这个识别的这个条件 然后给它进行合并 对不对 那GD点 merge 表面 点分 默认给你拼接成这个样子的 那咱们要说的这个参数是谁呢 on这个参数 on这个参数 那它默认的会给你找这个公共列 那你说我 那个 我自己要指定一下这个公共列 你再指定一下这个employee的列 那就这样 on 然后加一个它这个列名 嗯 我这可能又使了一个中文的逗号 ok 那这样我们刚才拼接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默认会给你找到它俩的公共列 去给你连接 那你自己加个on给它指定一下也可以也可以啊 那你说我自己想指定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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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啊 怎么去指定呢 如果你这有两个表的数据 有两个表的数据 但是这两个表上的数据不小心 名叫重了 两个列的名都叫重了 比如像我现在给你说的这种状况 这DF1 这DF2 哎 它也叫employee 它也叫group 那现在你想把这两个表给它进行一个连接 进行一个连接 你试试直接连 看看它能不能连上 有两个列名都相同 咱说了 它会自动给你找列名相同的那个列给你进行一个连接 对不对 那我现在俩列名都相同 pd点拨着 出现啥情况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为啥 俩列名的话 它就默认把这个俩列名都作为你这个连接的条件 那当你把这俩列名都作为你连接的条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 Bob2004 下面有吗 下面这Bob是2008 没有匹配的 Jack3003 那有吗 Jack严加系2014 12啊 那Lisa4004 那你这Lisa 人家是2004啊 它俩没有匹配上的东西 所以它只给你返回了这个列的标题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自己通过指定的方式告诉人家 我不需要把你这两个列 都作为我的这个拼接的 这个连接的这个条件 我要自己去指定 你可以自己指定 那你指定任意一列 比如group 我就按照group作为我这个 连接的标准 连接的条件 那这样 它是不是就能给你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以后 你会发现啥 你那两个列的列名 你在表一和表二上 不都叫employee吗 那我为了给你区分 它自动的给你添加了一个后阵 X代表是左边那张表 Y代表是右边那张表上的数据 那你看一下 对比一下这两个表上的数据 对比一下DF1和DF2上的数据 我只按照group作为我连接条件的话 那只有谁能够匹配上 只有谁能够匹配上 只有一个2004的能匹配上 对不对 那来自左表的它叫抱宝 来自右表的它叫lisa 那为了给你做个区分 它左边给你加个前桌S 右边给你加个前桌Y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是一对一合并 我再看来看看这个 这个一对多合并 一对多合并 我还是先把这个数据导进来 导进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DF3 DF4 这俩数据分别长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我要对这两个数据 给它进行合并 一对多 怎么个一对多的话 我要把它俩进行合并的话 它首先会自动给我找 它俩的公共链 对不对 那它俩公共链是这个group 对吧 group 那accounting和engineer 对 它俩给你进行合并 它俩进行合并的话 问题是我这块有两个engineer 对吧 那我们看看它合并以后会出现什么效果 PD.merge DF3 DF4 什么效果 Jack engineer它只有一个对不对 但底下呢 DF4里它有两个对不对 两个engineer 那一个supervisor是极多 一个supervisor是steve 对吧 那你跟它进行合并进行连接的时候 那你原来只有一个jack的 它自动的会给你 把这个两个值都跟它匹配一次 也就是说 你这儿如果按照这个group 作为你的拼接条件的话 那它能跟这两个 它也是group 那它能跟这两个匹配上 那它不够 它只有一个 它有两个怎么办 它会跟它 匹配一次 跟它 匹配一次 然后把剩下的信息给你补全 给你补齐 对吧 它后边 Hired data 把supervisor这个这样给你补 补齐在这里 这是我们一对多合并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多对多合并 多对多合并 我还是先把数据搞进来 一个是df1 一个是df5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张表 df1它长这样 df5它长这样 我现在要给他俩进行一个合并 那这次呢 我打算 以这个表 为主表 也就是说 以它为主 以它为主 以它为主的话 也就是说 你可以正常写你的顺序 对不对 正常写你的顺序的话 那你再选择 你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把它写在前边 然后你选择左连接 一种是你把它写到后边 然后用一个右连接 那咋写 pd.moj 那我先来一个df1 你把它俩进行一个链接 对不对 那我怎么链接 好 以第二个表为主的话 那你因为把它放在了后边 所以你就选择右连接 对吧 右连接 怎么链接 我还是通过画这个VN图的方式 两个表 如果是右连接的话 它会返回 第二个表中 没有匹配上的数据 以及 第二个表中所有的数据 以及 第一个表中 能够跟第二个表中 匹配上的数据 就是返回 实际上是这个数据范围 对不对 他俩谁跟谁匹配 默认的 还是用这个group去匹配 那你这有两个engineering 你这也有两个engineering 对吧 那个hr没有配对的 accounting 没有配对的 那你选择右连接的话 那它会全部返回 它只会给你返回 这两个跟下边能够匹配上的 对不对 那你这两个跟下边能够匹配上的 也就是说 Jack会给你返回一次 Lisa会给你返回一次 那我们到下面来看一看 engineer Jack Lisa engineer Jack Lisa 那你有不同的这个supervisor 对吧 不同的这两个人 那每个人这个 一个信息都给你补一次 也就是说 他跟他俩分别匹配一次 他跟他俩分别匹配一次 他得到效果是这样的呗 那或者是你把他俩调一个顺序 这不实现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把DF5放前边 DF1放后边 然后你再变成left 实际上你得到的数据是一样的 但是顺序会发生改变 因为你把这个参数给他的左右表 顺序给他丢换了 对不对 那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left on这个参数 left on参数 这个参数是干嘛用的呢 如果你两个表 都有一个相同的列名的话 那你如果 你这个这个这个 他会他会直接就给你 自动的把那个相同列名 给你去匹配上 给你进行连接 拿他这个作为key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有没有相同的列名呢 但是我名字不一样 但是我两个表里边的内容 里边的东西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种情况 我下把这个数据给放下来 BF1长这样 DF5长这样 啥情况 啥情况 列名 employee group heredate 这个name heredate 也就是说这两个表里边 列名 没有一个列名 是一样的 但是 我发现一个问题 啥 我发现这个 employee这个 他是人名 DF5这个 name 他是人名 他俩明明内容都相同 但是因为他没有相同的列名 所以你直接写一个on 没有办法 on是前提 是你这俩列名相同 但列名不同 我怎么把他俩给他merge起来 pd.merge bf1 bf5 列名不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 哎 lifetime on 这个参数 对吧 lifetime 我用这个employee 那右边呢 右边呢 怎么办 左边你用employee 作为你的建列 去跟他进行比配 那右边呢 那右边你打算 用这个name 这列呗 那右边的话 我们还有个write 他俩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写参数的时候 只给大家写了一个 然后右边 我用name呗 那这样你不就能够 给我匹配完事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 直接把这个 能够匹配上的 默认的给我们 取了一个内联接 对吧 谁能匹配上 bops和bios 和bio 对吧 bops和bio 他俩 1988 accounting 1988 accounting 1988 下面这个bops呢 2016 name 2016 他俩能够匹配上 那这是你没有相同列名的时候 没有相同 两个表里边没有相同列名的时候 那你可以自己通过left on和write on参数 去指定你要分别在两张表上 以哪一列作为你的键列去进行连接 连接 接着呢 我还想给大家再聊一聊这个on这个参数 刚才刚才跟大家说on这个参数的时候 那个说你自己可以去指定 如果两个表里边有列名相同的 列名相同的 两个列名都相同 但是你俩列名都相同的话 你一匹配 你发现 实际上你把两个列作为你的匹配条件的时候 你找不到那个能够匹配的项目 他只给我返回了列的标题 刚才那个小丽子 你还记得不 你可以通过on这个参数自己去指定 你通过哪一列去给你进行匹配 那现在呢 他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DF1 先看看他长啥样啊 DF2 OK 他俩分别长这个样子 那我说了 咱们直接想给他俩进行连接的话 PD点墨纸 然后把DF1 DF2 装进来 那他默认的是给我进行了一个inner join 对不对 inner join的话 怎么样 只有谁能匹配 只有这个Lisa能够匹配上 对不对 只有这个Lisa跟他能够匹配上 那他给我进行了一个inner join 那现在我可以通过on 去自己指定这个某一个匹配的这个 匹配的那个列 对吧 不然现在只有一个 因为你只有两个列明相同 你发现没 name这列和hire date这列 他两个列明相同 也就是说 如果他发现两个列明相同的话 他会把他俩作为你的这个匹配的条件 那只有这个Lisa2004 Lisa2004能够匹配上 你会发现即使这个Bob 他也叫Bob 但是这个Bob 他也叫Bob 但是这个Bob 他是1998年的 但是这个Bob 他是2008年的 所以他当他把这两个作为他的匹配条件的时候 他没有匹配上 那这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指定 指定你用谁去匹配 我还是再加一个吧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自己指定的话 加一个on参数 我要根据这个 比如说你就根据这个name列给他进行匹配 那这样他就只会按照这个name这个去进行匹配 那根据name这个进行匹配的话 他会发现有Bob 还有Lisa 对不对 他俩都能匹配上 所以给你返回了两个行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 你说我不指定name 我指定另一个 我指定这个 因为那两个都叫hier data 所以给你个xy 对不对 你说我不指定name 我指定另一个列行品 我指定这个hier data OK 没问题 只根据hier data去匹配的话 他只匹配到了这一个2004 对吧 这个2004 这个2004 那你说多条件连接的话 你自己去给我放这个列名 那我自己可不可以用一个多条件 给他进行一个连接呢 比如说是这种状况 一个表叫left 我看一下左边这个表 然后再看一下右边这个表 这两个表分别长这样 你看他有啥相似的地方 都叫k1 k2 这两列 对不对 那不同的是 这是左边的l value 这是右边 right value r value 那我现在想给他俩进行一个连接 进行一个连接的话 啊 好 我知道 pd.mod 对不对 连接 left right 连接在一起 那我现在想根据两个列 作为我的判断标准 也就是说我想同时根据 k1列和k2列 作为我的判断标准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你去给我自动识别了 那我自己要指定 我就用他俩作为我这个 连接的条件 连接的key 那还是你写按这个参数 但是前面我们都只是根据一个列 去进行连接 对不对 作为条件进行连接 那现在我要指定两个列的话 那你用这样一个list 装进来 装进来 然后你想用谁作为你的 这个连接的条件 k1 然后分割 k2 我想用他俩作为连接条件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这块我们选择一个外连接 好 inner方式 outer 是不是 他能够匹配上的 都直接在这给你匹配了 你可以对比着看一下这两个表 负1 他这个负1 对不对 然后负2 他跟这个负2 他没有找到 但是他也 不用我选择的是外连接 在这给我返回了 然后bar1 bar1 bar2 最后 把他俩同时作为你的筛选条件 我为了对比再明显一点 我把这个outer给它去掉 我这次再做一个内连接 你这样对比的时候看着更清楚一点 我觉得 那你当你把他俩作为你的筛选条件的时候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两列 两个表上这两列的值都一样 他才能 给我返回来 那负1 嗯 这呢 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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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2 没有 负2 没有 你往下找找 没有 对不对 然后bar1 能够匹配上 bar1 回来了 bar2 没有 我们来看 bar1 返回来了 这是直取一个内连接 这样对比着看 是不是清楚一点 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 后准的那个参数 添加后准的参数 suffix suffix 我记得 suffix yes 负数吗 后准 参数 添加后准 还是 我要添加后准的话 我首先得有数据 我还是给他叫上left和right 要是他俩看看 left长这样 right长这样 我现在要给他俩进行个连接 那你会发现啥 他现在这个列名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你指定了你按照哪个列去连接的话 那咱们说了 他默认的会给你添加一个后准 默认给你添加后准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我使用ke作为我这个连接的条件的话 那交集的部分会给你这个返回来 那因为那两个列名相同 他为了区分 他默认的给你加了一个后准 x加了一个后准 对不对 你说老师 我不想要他给我加这后准 我就觉得他给我加这后准不好看 虽然他很偏心 他给我加了后准了 帮助我区分了 他我不喜欢 那怎么办 你不喜欢的 就需要用到这个surface surface这个参数 直接你添加一下surface这上面的参数 那你相应的 你不是有两个表上连接吗 你为了区分 你告诉他 左边这个表我要用啥后准 右边这个表我要用啥后准 那为了我大家看的清楚一点 我直接给他写成了 这个left和right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 这样他自动的会在那个原来 他那个列名的基础上 给你加一个后准 告诉你 你自己指定的后准是哪来的 对不对 这里 这里 那这个是他这里边这几个参数 这基本上也给大家说的差不多了 因为mod这个他 你在进行表的这个连接的时候 他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我参数 尽量给大家讲的就比较全了 剩下的你自己可以 我不是教你咋看了吗 咋看的参数了 选中他这个函数这里 然后按住shift 按table 他就出现这个 或者是咋的呢 或者是你可以这样 pd.merge 然后后边直接加一个问号 然后再运行一下这个代码块 你会发现他出现了个这个东东 你太小了 看着不方便 你给他放大一点 那里边所有的参数 他在这里都会给你罗列出来 那下边相应的 他会有每个参数的讲解 那底下呢 还会有这个给你讲的这个例子 讲的例子 你自己在这 你说例子我看不太清的话 那你就复制了 那个notebook上 你上面运行一下不就OK了 然后你给他翻译一下呀 你鼠标邮件干嘛用的呀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 反正我用的是这个 Microsoft那个edit 就是微软原先那个 IE升级的那个浏览器 对 然后那个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按一个那个插件 就是翻译 英文翻译的那个插件 但一般它都是自带的 你直接鼠标邮件就能翻译 OK 说完这个参数 我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 还有个参数 他参数的这么多 反早 writeindex这个参数 writeindex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没说 这个参数一般啥时候用呢 就是我们本身没有这个 相同内容的列 去作为你的那个建列 给它进行一个连接 但是它非常贴心呢 有这个啥呢 有这个index列 跟你这个列的那个 那个值的内容相同 比如像我给大家举的这种情况 left 它长这个样子 我再看right 它长这个样子 哪有区别 区别就是啥 区别 它 left这个表格 它有key这个列 key这个列 它是aabbb 那write这个表呢 它没有 这个 有一个单独的列 叫做aabb的 对不对 你哪怕叫别的名字 好 它不是数据值 它是index 它是index 那这个时候 我想给它俩进行连接的时候 怎么连接 这时候就需要你运用到 这个write index 这个参数了 我刚才那个 讲那个是 讲那啥的时候 讲那个left on了 这次我打算用右侧 当然了 你为啥叫write index 因为它其实还有这个left index 那参数 那哪个表 只有在这个index 上面有这个数据 能匹配上的 那你就用哪边 对不对 我只是左右都是相对的 我只是拿它 给大家讲个例子 这个相应的 它还有left index 那参数 咱现在就用这个write index 来说事 就用它来讲 那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我想给它俩进行一个连接 连接的话 我还是pd.moj 对不对 你给它俩进行连接pd.moj 那我要连接这个left和write 它俩进行连接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那我一个在数据值上 一个在这个index上 那在数据值上 我们知道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left on write on去指定 对不对 那它在左边 直升的话 那左边那个表 它在直升 我就left on 对吧 left on等于key 有意思说 第一张表 左边这张表 我就用key这个列 作为我这个连接的 这个条件 作为这个连接的 那个建列 它右边这张表 没有 那就right index right index 它后边跟它是 布尔直 是true还是false 是true还是false true还是false 那这样 我去指定的话 那左边 你用key那个列 右边呢 我用这个index 这链接 我们来看看效果 出现什么状况了 数据能够匹配上的 我根据这个ab和这个ab 能够匹配上的 都给我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那前面它有三个a 后边它有一个a 也是每个a 都要跟它匹配一次 3.5 3.5 3.5 a的3.5 对不对 那b呢 前面两个b 那这两个b 我倒跟右边那个 匹配一次 那因为我这个是inner 状态 所以c这个没有人 去跟它匹配 我就不需要它了 干掉 对不对 对不对 看这儿 OK 这几个参数说的差不多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mod这个函数 关于这个函数 还有前面我们讲的concate这个 还有这个concate这个函数 这两函数 大家现在有没有说 老师 你给我讲的太快了 或者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举个例子 啥子 啥子 有没有 有问题的话 我们还是老回去啊 直接在公平上说 然后没有的话 就让你省一省你的小手 你就可以不用动了 我先喝一口水 有问题 我们现在马上在公平上说出来啊 然后我们开始往下学习 好 看来大家都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着往下进行 我们继续来下一个 下一个啥 跟他有点相似 有点相似 有点不同 Join这个函数 你在数据库里用Join 你在这里 其实他也有Join这个函数 但是此Join非比Join 此Join非比Join 这个函数可以咋理解呢 一般的函数据 一般是我们直接在一个DataFrame上 你直接在一般是直接 我还是另起一行吧 直接在一个DF上 连接 另一个DF 一般是这种情况 我会用它 就是说 没有重复列名的两个表 这个DF和另一个DF 你可以把它当成DF1 这DF2 给它进行 基于这个行缩影 给它进行一个列的拼接 进行行列拼接 说什么呢 进行列拼接 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函数 给它直接进行一个另的拼接 但前提 它是在一个DF上 然后去连接另一个DF 也就是说 你使用的时候 就是DF1.Join DF2 玩咋着的 剩下其他的参数 你打算写啥 就直接往里添就行了 但前提必须是 它是直接以DF1为基础的 你说我直接 老师我用PD.Join 然后把这个DF1 DF2 就像那个Mord似的 我这么写行不行 抱歉 你这么写找不出来 不信 你现在可以试试 我现在给你试一试啊 PD.Join 我直接NN敲不出来 你会发现啥 PD.Join 然后它放的 没有 比如说它根本就不是PD的方法 它是DataFrame的方法 那这个我们来试试 那我用这个 你说用Join这个函数 也能连接 只是用那个PD的方法 连接不出来 那我直接用DataFrame 就可以连接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拿DataFrame 来看一看啊 DF1 看一下它长啥样 DF2 OK 这是DF1和DF2 它俩分别长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 要在DF1的基础上 把DF2 给它进行一个连接 也就是 连接 D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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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写 我们看一看 它连接完了 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它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就把这个 尽量让它显示在一起啊 它是大写的 DF1是大写 ABCD是四个列 DF2它是小写的 那它只能这样去连接 去连接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 发现什么 直接给你进行了 这样一个列的拼接 对不对 进行列的拼接的话 那DF2 它只有两个 行 对不对 那DF1呢 012 也就是说 DF1比DF2多一行 那DF2没有那么多行 那怎么办 它用难值给你补齐了 说明什么 说明此时此刻 我这个连接方式 它是默认的 左连接 对不对 默认左连接啊 默认左连接 你可以管它叫 左外部连接 你相当于啥 这个号 等于left它呗 号等于left 来看一下它的参数 DF1.join Other Other是啥 就是你要连接的 另一个DataFrame 对不对 on on谁 根据谁去连接 号 连接方式 你左连接 还是右 还是那个那啥 还是右连接 还是怎么连接 对吧 L suffix 什么 左边的那个表上 它的那个后转 右边那个表上 的后转 这默认都是空 Sought 你是不是要给它 进行一个排序 就是这样的 Join columns with other data frame either on index or on a key column 你自己是 根据这个 on index 还是根据那个 建立 自己去定 对吧 如果你想 Join一个 multiple dead frame 也就是说 那个多个 dead frame 的对象的话 那你直接 通过这个 以dex去连接的话 那你需要给它 通过这个 传一个列表的形式 作为那个 就是连接的条件 里边的参数 有这些 那方法呢 其实都 都交给大家了 就是只不过是 这个前桌 就变一个叫法 那上一个前桌 你都会用了 在这个前桌 你还能不会用吗 对不对 举一反三 下面还有我们 这个例子 非常贴心 那这个 我是直接通过 这个 Join的方法 直接把这个 第二个 给它拼接上了 我再给大家 看一个例子 讲个前桌 左右 那个后桌的例子 我怕它晕掉 DF1 再看一下DF1 长啥 长这样 DF2 再来一下 DF2 它长这样 那现在 我要给它俩 进行一个连接 那连接问题来了 我有列名相同的 这些列 我有列名相同的 这些列 列名相同的 这些列的话 那我为了区分 我需要给它 加一个 后坠 加一个后坠 那我还是呗 我要把 DF2 跟DF1 连接上 DF1 DF2 DF2 然后 那个 那两个 参数叫啥来着 我来找一下 R suffix吧 对 R suffix和 R suffix 我直接它等于 这样 粘贴过来 那你左边 你要给它添加一个 什么样的后坠 就加一个 DF1 扁发 拼接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呗 这样它就直接给你加上了 这两个后坠 为了对比明显一点 你可以 你可以看一看 数据怎么 它怎么发生变化 01 012 01 对吧 B D A 这三个列作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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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连接的 这个条件 但直接连接 R这列 它没有 那这样 直接给你进行一个拼接 拼接完了 区分给你加个后坠 就这样 OK 这是Join Join这个方法 它只能在这个列上 给你进行一个拼接 也就是说 其实 你用那个 PD点 Merge 也可以 那这个呢 它是一个 给你一个快捷一点的方式 你可以 也可以选择 Join 这种方式 去进行连接 相应的 它也有 你需要的那些参数 你可以自己直接去指定 就OK了 它跟那个Merge 还是挺相似的 但是不同的是 它是DataFrame的方法 Merge 你可以用PD点Merge 给它调出来 那它的话 你只能通过DataFrame 这个对象 给它调出来 那我们之前 我们一直在那个拼接的时候 我们连 那个 进行拼接 其实我们一直常用的 一个方法是啥 一直一个常用的方法 是Append 对 我们一直用这个 Append这个函数 给它进行 这个行方向上的拼接 对不对 一般我们怎么拼接 比如说我现在 有这两个数据 DF1 看一下它长啥样 DF1长这样 DF2长这样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 有这两个数据 我想给它进行一个 在行上的一个拼接 DF1.Append2 放进来 拼接 然后 你会发现什么 它这个 这个 这个index 它没有这样 正常的连下来 它只是正常的 在行上 给你拼接 但是它的index呢 它是默认着 保留它 它各自原来的 这个index 那你需要给它 保留那啥 给它变成一个 正常的 这个连下来的index的话 那你再加个参数呗 ignoreindex Igny 引到index 等于 true 这样它不就变成 正常显示的了吗 对吧 那因为呢 这个后边 这个没有 这个 低劣 因为这个 DF1 没有这个低劣 所以在这 直接给你进行拼接 缺失了 直接用这个 难值 给你去补齐了 那你相应的 也可以看 看一看这个append的 它里边的 这些参数 你要跟谁连接 other 另一个东西 你要跟它连接的东西 index knowindex 这个 我们要不要 这个它原来的index 对吧 Wordify integrated 这个我也没用 没用过 那它是干嘛的呢 如果是true的话 它会 rease一个value error 变成一个值的 这个错误类型 然后给你creating index with duplicates 也就是说给你 创建这个 重复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index 也就是说什么呢 那如果是那个 true的话 它会给你 如果你有重复的 index的话 它会给你提供 这value value error 给你提示 这个value error ok 那这个是我们用 这个append的 这个拼接 那咱们说了 这个好几种 拼接方式了 对不对 我目前给大家说了 这个 concate 它是拼接 merge 是连接 在表之间进行连接 那几种连接方式 对吧 那然后为了一个 一个快捷的链上的 连接 join 对吧 然后还有刚才 最后给大家说的 这个我们经常用的 这个append 都能把这个数据 给你 像浇水一样 给你沾到一起 但是它这个几个方法 有啥区别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的材料上来看一下 他说什么 append 默认在行上 给你进行拼接操作 拼接 注意啊 是拼接 还是连接 join呢 默认在列的方向上 给你进行这个拼接操作 其实是连接 那默认呢 是左连接 他也支持左连 右连 外连内连 对吧 四种类型 那不同的是 他必须得通过 date frame那个对象 去调用 然后merge merge里边的参数 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 讲了那么多 对吧 在两个df的 这个行方向上 或者是列方向上 都可以进行拼接 他在默认呢 是这个列拼接 默认也给你去交集 如果你不想去交集 你想去怎么着的 你自己去改里边的参数 对不对 他这个方法 非常类似 我们学的那个circle circle的那个 DML 也就是说 那个操作的 那个语言 concata 直接进行拼接 他支持多个表 进行拼接 对吧 你可以在行上拼接 也可以在列上 进行拼接 那他不需要 你有公共列 其实主要 还是他俩之间的区别 对吧 之前那个 不是给你写了一个 他俩的那个 一同吧 对不对 好了 下边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映射函数 非常非常重要啊 映射函数 你这个学数据分析的话 映射函数 必会 映射函数 那首先在说这个 映射函数之前呢 我们还是 来简简单单的 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函数 我们正常写函数的话 一般是这么几种方式 对吧 你写一个 给他定义一个函数 顶一下函数的名称 那里边你要不要放一个传递参数 那不需要传递任何值的话 你可以给他pass 如果你需要返回值的话 给他个return 对不对 那这是我在这里传递一个参数 叫做x 然后 给我传递的 return回来的结果 是这个x的平方 这个你可以写一个稍微复杂的公式 那这个就是我们 其实就是你 写这个函数的一个运用 我们在学这个python基础的时候 函数作为我们一个重点 去学习的 对不对 那下面我给大家讲 这个映射函数数的时候 有两个 map和oplay map和oplay 那在讲它俩之前呢 我简单先说一句 你先听一下 然后呢 你再在使用中去体会 map呢 它是theories 主要用于series的一个映射 那oplay呢 它可以用于series 也可以用于dataframe 两种都可以 那map呢 只能用于series oplay 两种都行 如果你觉得两种都行 我学着有点太烦躁了 那map 你就学一学 那你用的时候 你就强迫自己 都用oplay呗 反正这样的时候 你可以少记一个 但是你少记一个 好像也没省事到哪去 那个你也必须得会 别人用的时候 你不懂 咋整 对吧 然后这个 我把我需要用的数据 给它导进来 那首先我们来读取一下 这个数据 读取个数据 它叫做data 看一下这个data长啥样 data的hite 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 这还用我书吗 readcfv 读取一个csv的文件 对不对 然后是文件名称 它那个后坠 然后这个点杠 代表它的这个当前目录下的 对吧 那如果你是绝对路径上进来的话 那你就从把那个直接 比如说你在哪个文件件上 你在这直接复制一下 你这个整个的文件路径 然后你粘贴在这里的时候 你这个也号前面 你给它加一个小写的r 这样就能正常读取出来了 ok 那这是我们读取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那有时候我们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经常会处理一些分类变量 对不对 分类变量 比如说这个这个值是这样的时候 我让它显示一个a类 这另一样的时候 我让它显示b类 咱这个我看看 嗯 这不是有 性别这一列吗 对吧 有男有女 有男有女 那我说我为了我们值方便录入 也或者是说你给它做成那个 咱变量 在中文叫哑变量 对 你给它做成这个哑变量 做分类变量的时候 你做多元回归分析的时候 需要用到哑变量吗 对吧 那个 那你要给它都给它 变成01的形式 那比如说现在就这个 我需要把所有的男生 都让它显示成1 男生都让它显示成1 女生我让它显示成0 怎么实现这个效果 怎么实现这个效果 其实我们现在不学这个映射函数的时候 你也能够实现 只不过是 这个就考验大家的工底了 你可能会想到 这个循环 你想到循环的话 说明你这个Python的底子打得非常好 但如果你能够想到 咱们前面学的那种方式 那说明你前面这个课程没有摆听 怎么着 我们传统的那种方式 一般我的思路就是 先找到这个 所有这个 性别是男的这个 数据 对吧 gender 他等于 完了 我给复制了 不小心 等于 我要找等于 你看我现在就在看data 肯定他变了 对吧 全面是男的了 一个一个手务啊 少打个等号 尴尬不 重新读一下数据吧 这个重读一下 前面不要 重读一下 我要是把这个 把gender等于男的数据 都找出来 对不对 怎么找 data gender 哎 少个D 又收签 又少一个等号 把这 gender等于男 gender等于男的数据 调出来 那这时候会给我 反馈出什么数据 true和false 所有true和false 对不对 也就是说 gender等于男生 性别是男生的 所有的数据行 都给我 呃 反馈成true 啊 性别是女生的 都会给我反馈成 false 对不对 那我有了这个 true和false了 咱们是不是就能 给他进行一个取直了 把所有 符合我条件的 这些行 的数据 都给我找出来 就是所有男生的 这些行的数据 都给我找出来了 对不对 有这些 那有这些的话 那我要给他变成1 男生变成1 女生变成0的话 那我是不可以 直接通过这个 复制的方式去搞定 复制的方式去搞定 那所有这男生是 呃 那个男生的这些行 都找到了 我用一个 我要去定位 这些地方 对不对 要去定位这些地方的话 那我一个点index 我是不是就能够找到 这些行的这个 这样 放这里 省得他没 这样 这样我是不是能找到 所有 为男生这些行的 行 所以 看一下 是不是 找到所有 男生 这些行数据的 所以 都找到了 那有都有 这个所以了 那剩下的 我 我在去定位 这个位置 怎么去定位的 你用标签 去定位的话 是不是可以 用标签 去定位呀 lock allock 对不对 你用显示 所影去定位的话 lock 对吧 把你刚刚 找到的这些 行所影 栽进去呗 那列 我找谁呀 列是 gender的这些列位 找到这些数据以后 我直接给他复值 让他 我来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你再直接 给他复值一下呗 男生 我让他等于一 对吧 重新复值 他就变成了 什么样子 你再调一下 真的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对他 是不是所有的男生 都变成了一 然后女生 你可以把这个男 变成个女 不就搞定了吗 这样我就完成了 复值 对不对 把这改成女生 然后把这改成零 对吧 女 零 然后再调一下 对他 不完成复值 男生都变成了一 女生都变成了零 这种方法 能完成不 完成了 我觉得完成的还挺漂亮 但是呢 这种方法有个弊端 弊端是啥呢 太麻烦了 你一旦哪个环节 你哪个 说哪个环节 对吧 你最起码敲字 你还得敲这么多文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学的 这个映射函数 很简单 就能帮助我们去搞定 使用这个map 去搞定 怎么搞定 因为我单独只处理 这一个列的数据 对不对 它是一个列 它是一个theories 所以我可以调用map 调用map怎么搞定 我首先要找到 我要处理的数据的 这一列 它叫什么 真的这列 不行 因为它现在已经是 变成那个样子了 我还得重读一下这个数据 变回它原来的那个样子 重读一下这个数据 OK 它变回这个原来的这个状态了 我现在又用这个map 应上函数 给它变成这个 男生变成1 女生变成0 我使给的 要处理这一列数据的话 首先我得找到这一列数据 对不对 找到真的这一列 找到真的这一列的话 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过来我要给它进行映射 map 也就是说 啥叫映射 把这里边的每一个 数据 都按照我这个里边的这个东西 给它执行一遍 执行一遍 一般呢 它都是 不管是map也好 跟apply也好 它一般都是跟函数联用 但是在map这里 你可以直接通过一个字典 给它进行复制 比如说 你要把男生 复制成1 复制成1 女生复制成0 那你这样 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看 它是不是都变成了这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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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列数据 你都处理完了 那剩下的 你是不是直接给它 复个值就完事了 因为原来的data 现在还长这样吗 对吧 还长这样吗 对不对 那你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data gender这一列 就等于你刚刚处理的 这个 就给它复制成 刚刚你处理的 这个 这个样子 执行完了以后 那你再看一看 data这一列的数据 我再执行一下 它是不是都变成了 这个101010 比如说你使用map这个函数 进行映射的时候 它会把里边的每一个元素 都按照你这个 你这个条件 去给你执行 映射完成 执行完成 那它一般 其实都是跟这个函数去联用的 它map呢 这个 它因为它不能 传递那个 两个两个以上的参数 所以这个 一般我都直接用这个字典去完成 那如果说你 你你用函数呢 如果这话说你用函数去给它 去完成呢 咱们说了一般 不管你是map也好 还是oplay也好 一般都是通过跟函数连用 进行完成 那首先 你如果跟函数 进行连用的话 那我还是再重读一下 这个数据 为了给大家演示 这data又变回这样的 好 我现在又跟函数进行连用 那你跟函数进行连用的话 你要处理的是谁 还是 你要处理的是 data的gender这一列 对不对 你要处理的是data datagender这一列 gender这一列的话 你要对这里边每个元素 给它进行一个映射 进行一个map 那map里边执行啥呢 执行的是 函数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构建一个函数 能够让真的这里边 列的每个元素 它碰到男生 就变成1 碰到女生 就变成0 那你可以给它 构建一个函数 构建函数 define define的话 定义你这个函数的名称 你要处理 我还是尽量跟 我们材料保持一致 gender gender 然后你map 这个函数名 我就用gender map 这个函数名 那里边我要传递一个 叫做x的一个参数 我要执行什么呢 如果 我这个x 它是男生的话 我让它给我返回什么 它是中文的冒号了 我让它给我返回什么 返回1啊 你要把男生变成1啊 对不对 那剩下的 其他的呗 if else嘛 连用 对吧 这还用我说吗 这都是我们的基础啊 else 否则的话 无人就是女吧 现在我们这个资料里 没有第三种性别啊 然后这个 是男生返回1 剩下的其他 直接给我返回女生 对不对 那我现在都有这个函数了 那我直接是把这个函数 直接放在我这个map里 也就是说 把这个gender里边 这一 data数据 gender这一列里边的每一个元素 都给我映射这个函数 也都执行一遍这个函数 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那执行完了以后 是不是又变成这种状态了 那它已经处理完 变成这种状态了 那剩下的 你是不是想把data的数据 给它变化一下的话 你再给它 这个datagender这一列 给它进行一个复值 不就可以了吗 执行完事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data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个效果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使用map映射 这是通过函数的方式 就是映射 那这个是通过这个字典 直接就搞定了 这个通过函数 那一般的 它通常都是跟通过这个 跟这个函数去进行连用的 一般都是跟这个函数 进行连用的 这里需要我们记住的一点 map 法式 series的方法 只能 对 series调用 其实不管你这块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例子 不管你是通过刚才 这种函数的方式 还是前面通过这个字典的方式 给它进行映射 它map是不是本身都是 直接把你这个里边的元素 给你逐个的去传 当做这个参数 给你传到这个字典呢 或者是那个函数里边 对吧 然后给你得到这个映射以后 你拿到的那个值 那最后我为了 让它 给它 我要处理的是 data这个data frame里边数据 那最后你肯定是要给它 进行一个复制的吧 对吧 那除了这个series以外 还有这个 o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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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够 它跟series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有一些区别的 你oplay的话 你可以应用于某一行 也可以应用于某一列 它也可以直接应用于整个data frame 也可以应用于 data frame oplay 那它通常也是都需要跟这个函数连用 二者通常 二者通常跟函数连用 那咱们这个试一试 试一试 它到底怎么搞 到底怎么搞 比如说还是刚才的这个数据 刚才数据 现在我给它处理完了 我再重读一下吧 还是刚才这个数据 现在年龄上这个数据 我想给它进行一个小小的处理 我想把这个年龄上的数据 都给它加一个三 都给它加一个三 都给加三的话 那首先我还是 我要处理的是哪一列数据 data h 现在我要处理年龄这一列 对不对 我要给它都加上三 那里边每一个元素 我都要给它进行处理的话 我可以考虑是一个映射 对不对 oplay 使用oplay 使用oplay里边 我说了 跟函数连用 那我再使用 创建一个函数呗 能够让 每一个元素 都给它 实行这个 加三的这个 效果 那实行加三的效果的话 那肯定 创建函数吧 你犯 这个函数叫啥 oplay吧 就 我应用到age上 oplayage 里边我是不是要给它 传递参数啊 里边参数 我实现 我可以 其实我不可以 不是 其实我可以 选择不光加三啊 我加三 加四 加五 加六 我想加谁 加谁 行不行 行啊 你只是多传一个参数嘛 对不对 不管是谁 我直接 你可以先不写这个参数 我让它给我返回啥 我让它给我返回啥 任何一个元素 我都给它当成x 那好 这块就有一个s的参数 那x参数 我都希望它给我加上另一个值 加上另一个值 是谁都行 这个值 我可以根据自己高兴 自己指定 那我材料里给大家写的是bs 这个 这个 偏差 那我就 就用它吧 就用它代表另一个参数呗 那我加谁都行 那这块 我觉得还得再填一个 bs 完事了 那剩下的 你直接应用的是谁呀 oplay 应用的是这个 oplay edge 我给它起名叫oplay edge 这个函数 我应用这个函数呗 对吧 应用这个函数 但是我这里边有一个参数 我可以自己去随便指定 x就代表你自己 随意 就 传入的那个 元素 对吧 那bs 你可以自己指定啊 你不加3 你加个2 行不行 没有问题呀 那我们来看一看效果 0 45 它原来呢 43 加2了 82 80 41 39 每个元素都给你应用它了 那最后的话 你这都处理完了 你是不是最后再给它一个复值就OK了 那这会儿我就不给大家演示怎么复值了啊 这复值这太简单了 咱们一直在做 也一直在讲这个事 那这个只是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当你要实现更复杂的应用的时候 其实oplay这个函数 要比你使用map那个 怎么说 功能更强大 它允许你传递这个参数 传递多个参数 那你用map的话 抱歉 它只能是指示series的方法 其实对于series而言呢 你使用这个map就能处理绝大多数的这种数据处理的需求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使用比较复杂的情况的话 你可以使用oplay 或者说你觉得map用的时候 我还得记那个咋用 那我直接就用oplay用嘛 但是你下回再看别人代码的时候 你看到map你别蒙就行 都是 都是好刚 看你怎么练 你自己选择 对不对 那这是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呢 还是通过这个 age这一列 去应用的 那我说 它可以直接 这个oplay这个方法 它可以直接应用于dataframe 那我们得看看它是怎么应用于dataframe的 好吧 应用于dataframe呢 那首先的话 我还是用这个 刚才我没给它复制 幸好我没给它复制 不然我还重新导一下这个数据 那我应用 那个 我看看用哪个数据 那还是得导一下数据 我用另一个表的数据 对它 等于pd一点 贵的 我看看这是啥玩意儿 哎 这是身高体重 这个数据吗 哇 现在的 这身高体重 有身高体重 有身高体重年龄 哦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那不用再读了 不用再读了 OK 我还用这个数据说事啊 还用这个数据说事 那现在呢 我要给它使用这个 直接应用到这个 data frame上 应用到这个data frame上呢 但是我不需要应用它上面 所有的列 我只要几个列 就够用了 只要几个列 就够用了 比如说 我想求一下这个 这个 呃 求一下啥呢 沿着这个零轴这列 我想求一下它的核 求一下它的核 沿着零轴 沿着零轴 等零的话 它代表着列 对不对 等一一 它代表着行 它跟别人是相反的 对不对 不是 它跟drop系列是相反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要求一下 这个身高体重 各自的他们这个 整个列的这个核 我可以怎么求 你要处理哪个列 你直接就把哪个列 给它写上去就行 然后你用一个 list的形式 给它传进来 我要处理的是 身高体重这列 那好 身高 体重 然后这个 年龄 我要对这几个列 应用 那我就直接在 在frame上 选中 我要使用的 这个处理的 这几个列 我要给这几个列 求和 那我要 oplay映射 映射 我要干嘛 给求和的话 sum 求一下呗 那我让他验着这个 列的话 求 access等于0 求完了 身高 身高 2622 所有人的身高 2622 那这东西 我可以 怎么去验证一下 所有的身高 它是不是等于2622 那你直接把这个 这一列 调一下呗 求一下它的 求一下它的盒 对吧 是不是262 你可以直接把它 应用于dataframe 或者说咋的 你想给它 放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操作 如果在你在实际 应用中 你说我 不要给它应用 这个整个列上了 我要给它应用 在行上 给它进行应用 哪去了 原来的 夹总 夹上 给它在行上 给它进行应用 我想怎么着呢 我想 求一个体重和身高的比例 求一下体重和身高的比例 那求比例的话 做除法 对不对 做除法的话 那你直接用这个 在这一个列上 给它做一个 处理呗 做一个处理呗 然后 你要给它应用到哪个 应用到那个 这是刚才我是单独 挑出这三个列 应用 对不对 咱说了 upply 它可以直接 对这个 dataaframe 直接在dataaframe上 直接应用 那好 那我就用data 整个 data就是dataaframe 直接应用这个upply 去进行应设 我要求啥 我要求这个 身高和体重的比例 身高和体重的比例的话 那我这里边直接放一个函数呗 对不对 放函数 然后直接去求这个身高和体重的比例 那下面我就写一个求身高和体重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呗 定一个函数名 对不对 定一个函数名 这样可以吧 就wh吧 杠线干嘛 直接求一个他俩的比例 一个代表weight 一个代表height 对吧 然后我要传入一个什么参数 参数 我先不写 我直接先写这东西 怎么弄 怎么弄 我要求 一个是身高 身高 我要身高它等于我这个 series 把这个series付给这个weight series这个weight这列 付给这个weight这个形参 series 不 这样 这样说 我换一种说法 换一种说法 我求 这个 我用它求一个形参 然后我用它再求一个形参 一个是身高的 一个是体重的 height ok 然后我目的是求什么呀 目的是求一个 身高和体重的比例 对不对 那身高和体重的比例 wh 那它就 我就让它等于这个 weight除以这个身高吧 空大一点 wh等于 它除以这个身高 ok 我直接用它除的话 最后我返回一下 这个除的结果 不就ok了吗 a1 直接返回这个 身高除以体重的比例 不就可以了吗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我现在这个是一个data frame 我要用一个data frame中的一个列 对不对 那不管你这个 我在这里写的是data 那在这里 其他的 其他的 我换成其他数据的话 我换成其他数据的 那个某一个列的话 那某一个列 某一个列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 series啊 series的话 你任何的 都可以 对不对 任何的一个series都可以 对不对 那我直接就随便写一个参数 就随便写一个参数 随便写一个变量 它的 哪一列呢 任何一个参数的 它的身高体重列 都可以 对不对 那我直接应用一下 应用一下这个函数 不就行了吗 应用一下这个函数的话 然后我这个原来的数据是 身高除于体重 我需要在行上应用 那我再给它加个参数 access等于0 不 access等于1 等于0不是又在列上吗 对吧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也就是说这个 我是任何的这个 任何某一个series都可以 我就 我就要这个 我就要这个 就要这两个列 任何你传入的东西 我只要这两个列 你 你任何一个data frame都可以 我只要你 你x代表一个data frame 我只要你data frame里边的体重 和身高列 对不对 然后付给体重和身高 这两个行参 然后在这里 目的是求出这个比例 求出比例 我让它返回这个比例 在这我直接 oplay映射这个函数 使用这个函数 就OK 我们先来调一调这个data来看看 我先不执行它 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除完了 我为了让这个 在它上显示出来 我给它新增加一个列 data 就wh吧 OK 把它付给它 我再执行一下 我再来调一个这个data来看一看 效果 是不是新增加了 这个wh这一列 然后它实际的除 实际给我算出来的内容 就是这个身高 除以这个体重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吧 0.523810 0.523810 对吧 下边的也是你可以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去验证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几个内容 重点 重重之重 是这个 Map和oplay 记住了 Map是Theories的方法 oplay可以 用在这个Theories上 也可以用在那个DataFrame上 然后它可以多团递一些参数 主要就是用的时候 一个是Series的方法 一个是oplay的方法 三一个就是你连用的时候 使用的时候 一般oplay和Map都是跟这个函数连用 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具体怎么使用的 包括怎么这个 我怎么像这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个处理这个数据的一个小技巧 你经常又是处理这个分类别量 或者是你挑给特定的值 去给它复值的时候 对吧 你用我们前面已经学过的那几个方法 已经学过的这个方法 通过哪去了 那行的代码 直接你就先找到符合条件的那些数据 然后找到那些 找到的那些数据行 找到那些行 然后找到这些行的index 对吧 然后找到那些index 然后再根据这个列标签 去给它定位 定位 然后你给它进行复值 这是非常非常常用的方法 或者是用这个map和play 给它进行映射 然后去给这个数据 给它进行复值啊 或者是你你进行一些 其他的一个函数的一些操作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这是数据清洗中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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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的方法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这块 你说这个你掌握的 不是很透彻的话 记住了 再来看几遍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觉得给大家放的 还是比较典型的 比较典型 非常典型的 虽然我们执行的计算 比较简单 但是这个方法 用的就是 我们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用的方法 然后我的PPT 在这 那这个是今天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了这个 这个两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是数据的连接 一个是数据的映射 那连接呢 给大家讲了几个 几个这个函数 一个是 第一个是 concata 对吧 然后讲了merge 讲了merge里边的那些参数 然后讲了这个 dj 然后还跟那个append 我们给这几个 给它进行了这个对比 对吧 以及我们看到 它中间有哪些一同 那它默认的 都是在哪个轴上进行计算呢 还是怎么处理呀 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回去 最后部分是这个映射 回去呢 我们把这个 今天的代码 前面的 前面的代码 也很重要 这几节课 我这一周 这一整周的课 都非常重要 下一周的课也重要 但是它没有这个 前面我们学数据清洗 整个这个部分的 这个知识灵活 因为数据清洗 方法千千万 你处理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灵活 所以这块是我们这个 根本 重中之重 一定要把这块 就是我们一定要 勤加练习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然后关于今天的课程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是吧 不要的结果 别跟我说 你情愿不思不活 隔着这人海 相濡一默 许过多少承诺 才懂得把握 情太深 想太多 才擦肩而过 什么都可以做 别再错过我 你在哪里 请跟我陷落 好各位 今天的课程 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然后大家早一点休息 然后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我强调的这个重要性 回去一定要多加练习 然后提交一下周夜 OK